一 二 三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萱萱 大家好 我是Eason 我覺得還蠻好笑的 因為我們就是父母介紹認識俗稱的鄉親 俗稱色鄉親 哈哈哈 對 因為是第一名 對 對 就是有成功的 對 對 就伏頓色的那些 呃 叔叔阿姨們 他們就是 都會這樣嘛 互相介紹 然後我們就一起 一起在City 一起吃飯 然後我們後續就約出去 第一印象 Happy World 他那時候那個 他爸爸給他看照片 結果他就在他們家的群組說 怎麼看起來很老 有嗎 我有很老嗎 第一印象嗎 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 對 我對他的第一印象喔 不是照片 我是 我真的是 蠻乖的 我就是想說 好吧 既然就是 爸爸媽媽他們都約好了 那我就去吧 就是 完全沒有看照片 我就覺得我就是去吃個飯 然後第一印象就覺得 就還好 就覺得 就覺得還好 可以在一起不認識 就是還有認識的空間 就是沒有太 就是沒有太正面或負面的印象 我們就吃了第一次飯啊 然後後續我就 那時候我都在出差吧 反正我就有約他 他就為了我從新竹回台南 他就是整個就是第一次見面都被我殺到了 然後我們就約出去 好像就有在台北約會 然後 然後台中 然後我們就在一起 就是他追我的啊 因為他第一次看到我就被我殺到了 他就 無法治法案到 共同的興趣應該算 應該算 賺錢 對 我們平常 最大的共同興趣就是工作賺錢 對 真的 就是 這個算是我們兩個的人生的很前面的 當然別把對方看得很重要 但是 就是在這之餘 就是對於賺錢這一塊 兩個人都是 有極大的興趣 其他就是當然旅遊啊 之類的也還不錯 就是 會想出去走走看看 畢竟 畢竟就是世界這麼大 雖然現在出不去了 但像之前的話 我們就還蠻常有機會 有時候出餐 我們就會一起出去 沒有 就覺得 結婚這件事情 也是蠻 需要 很 深深考慮的方 但我就覺得 我們的 這個 價值觀啊 或者是 想法都還蠻 接近 然後 彼此在一起的時候 很 自在 然後很 開心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 兩個 共同要 繼續走下去 也蠻 需要考量的一個點 對 說的好棒喔 對 我要說 要說 我想一下 為什麼要跟他結婚喔 就覺得 我遇到了對的人啊 所以我就嫁給他了 就這樣 好 你先說 我愛你 我想說的是 Happy wife Happy life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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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